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人民医院肿瘤医院院长周青 近日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已有多年的合作基础 建议在信息互通、资质互认、资源共享等方面实现更大突破 尤其希望加强合作研发创新药 近年来,周青带领团队在肺癌精准靶向治疗 免疫治疗模式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 研究成果发表在柳叶刀肿瘤学、Cancer Style等国际肿瘤学顶级期刊上 在全世界致力于肺癌防治领域同道的共同努力下 让肺癌变成一个慢性病,正从梦想逐渐变为现实 当然我们还想做得更好 希望能够把这个目标做得更好 真正让它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能够长期的生活 而且大家以后在听到这些肿瘤的时候不再像现在这么恐慌 能够坦然地像面对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一样去面对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钢药指出 要塑造健康湾区,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紧密合作 多年来,随着港澳药卸通扩展实施 港澳外用中程药放宽北上满足用药需求 粤港澳跨境医疗合作正提速 粤港澳医疗体系不同 打破机制性障碍是推动健康湾区建设的重要一环 在周星看来,粤港澳三地有各自的医疗培养体系 目前正在加速互认资质 在后期啊,就是说在我们后续的一些共同发展的角度 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共同的新药的开发 做一些临床的重大问题的解决上 做一些,现在我们其实也有非常多的项目 国家也是鼓励跟香港、澳门还有境外的一些机构进行合作 这些呢,我觉得我们广东其实都是做得非常的快的 港澳药卸通政策落地已一年多 近日,港澳药卸通医疗机构名单扩容 指定医疗机构数量增至19家 此举将加快大湾区各地医药标准的对接 实现大湾区医疗产业共同发展 比如说新药的政策啊,我们的步子都是走得很快的 一些新的药,基本上最先可及 也都是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这些比较先进的地方 那如果说未来有更多的,就是说其他的发展方向呢 就是我们更应该发挥这个优势 更应该在政策上做到我们的这种发挥优势更灵活 能够让有一些,比如说确实在只有国外有 但是呢,我们还没有 我们可能会有更多更好的这种渠道 或者更新的这种政策,能够让病人更早的接触到 这个就可以发挥广东的这种前沿的一个作用